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想睡觉时 就会来一杯咖啡提提神 下面的新闻可要注意了 根据美国研究的最新发现 如果咖啡饮用过料 不但可能影响到健康 而且还会精神异常 一起来了解 早晨起来想用一杯香浓的咖啡来提神 恐怕已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午餐过后再来一杯咖啡 精神振奋地开始下午工作 不过咖啡可不要饮用过量 否则提神不成 反而会出现精神异常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最新一期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撰文称 过量饮用咖啡会出现 心神不定、紧张、兴奋、脸红 肠胃不适、肌肉抽动、口齿不清 失眠和心跳不正常等现象 以上症状你只要出现五种 就说明你咖啡因中毒了 属于精神状态异常 研究表示 人们戒掉咖啡时也会出现类似症状 外加头疼、易疲劳及情绪沮丧 所以咖啡虽然香醇 还是只能适量饮用 新唐记者周琪综合报导